是 小满 明天晚上 我一定会让我们的婚约成真 终于全部搞定了 林心 如果小满知道 你为了向他求婚 准备了这么多 他肯定会答应你的 一定会的 林仙 你以后一定对对象很好 不然我饶不了你 你放心吧 来 来 提前为你庆祝 我 你就喝一点嘛 来 谢谢你帮我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 来 干杯 林仙 你跟小满订婚之后 是会选择留在村里呢 还是会去省理省回呀 我 暂时还没有想好 但是我会尊重小满的意见 真好 我 靳雯 小满 我们仨是从小一块儿长大 现在小满身边有了你 而我和靳雯也 你和陈靳雯 前段时间 我们出去玩了一趟 靳雯现在对我也不太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靳雯 其实很早之前 靳雯就跟我说 他想嫁的人 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人 不过这一次 靳雯他却说 其实留在大冬村 也没什么不好的 还说 还说我跟他可以试一试 他真这么说 是啊 我也觉得挺义温的 来 恭喜你们 谢谢 昊哥 昊哥 靳雯 昊哥 好漂亮啊 靳雯 我叫靳雯过来的 我这不 不过 怕咱们的酒不够喝吗 靳雯 来 来 这里好漂亮啊 我给你们带了一点小菜 还有好酒 林欣 你过来呀 好 来 我还有 来 到你了 我们就在这儿 一边 我来 我们就在这儿 好 你带了 我去 我来 你带了 我去 你带了 我来 你带了 我去 我去 你带了 我去 反正呢 之后大冬村三人组 就要变成大冬村四人组了 干杯 来 为我们的大冬村四人组 干杯 干杯 来 吃饭 吃饭 林轩 我不能喝了 明天你就要跟小满求婚了 今天喝酒要尽兴 来 来 没酒了 不喝了 不喝了 我们下山吧 林轩这酒量也太差了 如果喝多了发疯 我可看不懂 请问 请问 姓文 对不起 我要喝多了 姓文 她 姓文 那个 林轩 我先送姓文回去 一会儿你完事了也赶紧回去吧 你们回吧 姓文 慢点 快点 快 小心 小满 明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小满 明天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灵线 林轩 我不管你和路遥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我绝不允许 你把小满牵扯进去 小满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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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